花莲凤陵火车站旁有间木造老屋 曾经是座天主教堂 1955年新建之后 因为教会搬走 这里当过仓库、卡拉OK等行业 如今是闲置的 现任屋主无力修缮将要售出 在地方民众也希望 有能力的人能够买下 翻修来活化地方 凤陵火车站的南端 这座木造平房 就是1955年天主教白人教会 来到凤陵镇所盖的第一座教堂 因为土地是向台塘成租 所以教会搬走之后 教堂并没有拆除 后来成为了仓库、卡拉OK 现在闲置 而附近民众看了觉得可惜 就是他很想说这边就没有在经营教堂 民国七十几年 就没有经营教堂 就转手了 后来变成卡OK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卡OK很吵 喝酒吵架打架 动到 还动到 对对对 附近的民众也说 如果有新人士想要保存 也觉得是相当不错的一件事 民众想要募资来一起修缮 你觉得这样子的募资OK吗? 可以 为什么? 因为他募资的话就不会花费很多的资源 钱方面的资源 仔细看看这一座老教堂 屋顶两柱全都是块木 但是因为年久失修 也有部分破损 现任的屋主是香港人 但是因为无力修缮 打算卖出 镇上居民希望有能力的人 或是企业能够买下 重新翻修后 可以让凤林镇变得相当不一样 记者林杰 凤林镇采访报道